迎面而来看似水上摩托车 却是农家冒雨骑车巡田 看到刚播种的花生圆边水田 四处淹水担心害怕 园林水林乡单日降雨量 逼近300毫米路面淹水 路上还抓到了小鱼 居民苦中作乐 新南气流带来的雨势 造成了滴挖处水淹入民宅 屋内的水怎么咬也咬不完 还有彰化 西湖东罗西雨水汇集 西水暴涨 西床上清淤的两部怪手 没有开上岸 被西水给淹没了 怪手被大水淹没了 彰化市的民宅遭泥流入侵 变成了我家屋内有小河的窘况 走进民宅就像素溪一样 脚掌全泡在水中 往屋后走 看到厨房的门破了 底下像喷泉一样 黄沉沉的泥水不断喷进来 看头往厨房看 里头物品已经乱七八糟 原来是安全门被后方山坡 摊放的土石冲进来 这是彰化市浮山里的住户 两户民宅遭土石泥流入侵 从楼上看就是这片山坡 一夜之间洗饱了水 山坡摊方崩塌冲入民宅 受灾的包括廖家张家两户 张家的地板也全泡在水中 家中还有93岁的阿公卧床 三更半夜被冲进来的水给下找了 预防性送医 至于这两户人家也得先撤离避难 TVBS新闻 陈志忠 蔡松林 吴淑平 彰化云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